本世紀最激勵人心的學歷 這個真的 這個我覺得讓大家都相當的佩服啦 因為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他何勝峰議長 南投的議長 他在他的選舉公報上面 寫的 2014年 對 是2014 他是小學生耶 小學畢業耶 不是小學生 是小學畢業耶 短短的2018年 他已經是亞洲大學的碩士畢業 我覺得當議長還滿辛苦的耶 就當議長就要開始洗學歷喔 你要調和鼎耐 你要擺平議會的紛爭 有在野黨的 有武黨的 有這個執政黨的 就是你要 你要在當中取得一個平衡 主持公正的這個會議 可是你還需要 念一個非常專業的碩士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激勵人心之所在 而且短短的四年 他寫了一個極為專業的 來 念一下 分析台灣地區思覺失調等等 等等 屁里巴拉 那結果有很多的網友都說 不然這樣好了 你證明這個是你寫的話 你就出來 只要念一下英文的論文名稱 你只要念得出來 我們就來相信說 果然是一個天才小神頭 他可能連思覺失調的中文定義 都不見得能講得出來 對嘛 然後你再看看喔 他跟他的助理 他的助理呢 羅威騰 他們是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指導教授 同一批口試委員 有很多人喔 然後同一天口試 6月28號喔 然後他們的謝詞 是一模一樣的耶 兩個版本 兩個人寫的 可是是一模一樣 感謝同樣的人 而且他們只有哪邊不一樣 就是空格兼具 不一樣而已耶 還算有誠意啦 至少放大說 小兼具有換一下 可是你是同一批口試委員 同一個指導教授耶 在同一天耶 你看到兩個學生 拿了兩本 一模一樣的東西 而且他們都同樣 感謝你們同一批人 你這個指導教授 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然後這麼明顯的 抄襲的事件 許淑華是用 啊這個這個這個 是兩波千金 可是這位議長 天才小神童 他真的是比較有種 啊撤銷就撤銷啊 對啊 不然要怎樣 就是 就的確我覺得 對很多政治人物來說 你的這個施政啦 你的這些政策啦 等等的 這些東西 當然不是靠學歷 是靠你的社會上面的經驗 是靠你的你的創建 那可是當你被揪到說 你的論文的確涉及超級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 有所交代一聲 你好歹也說明一下嘛 那可是國民黨整黨 對於這件事情 好像沒有看到一樣 無所謂 所以只對於民進黨的這些參選人 有嚴格的要求 你必須要有誠信 你必須人格要這個高尚 可是自己本黨的候選 我都沒有誠信 沒關係 我也都不用 有人格也無所謂 更無恥的還 我覺得國民黨還可以放過 更無恥的叫做民眾黨 民眾黨你擺明了超人家 還說 啊他也是超報紙的 他也是超新聞媒體 人家在質疑你超別人的 而且什麼叫做民意代表的臉書 就是公開資訊 民意代表臉書就是民意代表自己的臉書 就是他的東西 代表你不能超 還在那邊找一堆借口 就是有夠無恥有夠低下這種水準的人 然後呢現在他的黨主席說 哦這個這個我要選總統 我覺得台灣不應該淪落到這種毫無水準的程度 就是一屆比一屆更為低下 我覺得這讓人搖頭 我看過那麼多案例 我第一次看到說論文有那個感謝詞都抄的 我第一次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那我就百思不得其極 就這感謝文是最不能抄就是這裡 因為你要感謝誰那是固定的 你要不要感謝你爸媽 所有論文要感謝爸媽 反正教授一樣 你要感謝被你操的那個 還有第二個 你如果說不是感謝父母親的話 一定是感謝你另外一半 大家都知道嘛 對你如果有結婚的話 你一定會感謝你的老公 或感謝你的太太支持嘛 那你這個感謝你是同一個父母親還是怎樣 這個都懶得自己寫你知道嗎 有多懶 是好那我最不能贊同這個議長 他的那個他那個回應的講話 那個不是霸氣 那個是無知 而且是流裡流氣 他第一句話說 只要是校方認定不妥 撤銷學位沒關係 這什麼意思 他對碩士論文 碩士這個學位 你的看法非常親密 我們都知道碩士 其實是代表是一種肯定 是一種成就 他不是 這個議長不是 面 他更糟糕的是後面那一句話 他從政三十多年來 這個能擔任議長 能擔任議員 靠的是他的服務 根本不是學歷 就打那個亞洲大學一槍 這什麼意思 你那老師當初教練老師 那個都不重要 你對我沒幫助 我覺得這很糟糕 不能這樣講話 就是說你一樣的 你只要是抄襲 你就要道歉 你道歉是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對這個碩士論文學位 你要懷有尊敬 第二個對你的老師 對當年在亞洲大學教你的那些老師 我覺得這樣講話是不對的 那麼謝議長我真的是 坦白講我很難接受 他說他是吳寶春條款 我有看過他吳寶春條款是什麼 我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就吳寶春那時候 因為他世界面包冠軍 想要去台灣學校念研究所 念他經營管理 因為他面包隊開得很好 可是因為只有學歷不夠 一般國小念完念 國中 國中念完 高中 大學 大學或大學同等學期才念研究所 就吳寶春就很挫折的跑去新加坡念書 那時候就檢討 是不是找一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可以不見得要遇於這種學歷的門檻 讓他直接念研究所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 可是這個議長對社會沒什麼貢獻 他是竹山高中的家長會會長 南投一小的總隊長 竹山正正名代表 南投縣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屆議員 我不是說這些沒有貢獻 說這些跟生醫界沒有關係 因為他念的是生醫的碩士 你要抄也抄一個簡單一點的 不會發現 你抄一個這麼難的思覺思調 一看就知道不是你寫的 不不不 我覺得他念公刑 公共行政我覺得OK 算他 比較有關係 算他這裡面算是這個佼佼者 都當上議長 或是念政治也可以 政治也可以 對也OK 可是生醫我覺得是有點太遠了吧 研究思覺思調 因為我坦白講 我也不是在佔文主跟李主 真的很少看到有文主跨到李主的 李主跨文主是比較多見 你文主跨李主 除非你真的是非常非常下苦工 跟黃瑞 你小學畢業會不會差太多 都可以跳石油手不能跨主 對啊 所以他是天才 我們台灣社會埋沒了他 埋沒了他 他應該拿諾貝爾獎 我們武漢肺炎疫苗 應該他來研發 這個縣議會議長和聖鳳論 我只能說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 被政治耽誤的小神童 一個學歷只有小學畢業 然後在經過兩年半的奮鬥之後 拿到生醫的碩士論文 而且你知道他沒有受過醫學訓練 真的與而逆流而上的感覺是一樣 非常厲害 這個逆流根本是垂直了 因為你知道 他寫的叫思覺思調 我們知道思覺思調是一個 醫學系精神科專科醫師 他所研究的議題 那是一種精神方面的疾病 沒有受過醫學訓練 然後沒有當過精神科醫師 也沒有受過 學過相關的學問 結果竟然可以在兩年半之內 寫出一本 跟思覺思調有相關論 我只能說我非常佩服他 至於他那位秘書監助理 到現在好像也還沒有找到人 那我覺得兩個人論文 如果說連謝詞都一樣 神奇了 大概就也沒什麼好拗的 這個大概就 幾乎就是抄襲確定了